今天要说的这本书是《现代艺术150年》 这是一本75万字的大部头艺术专著 我会用大约23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现代艺术中那些名目繁多的派别 比如印象派 后印象派 表现主义 这些都是怎么回事 我们又该如何欣赏和理解一幅现代艺术作品 本书的作者叫威尔·贡培兹 他是一位英国的艺术评论家 二十多年来比更不错 为《泰晤士报》《卫报》撰写了很多艺术评论 虽然他不是专门研究艺术的学者或者教授 但是他对于艺术长期观察钻研很深 他在英国泰特艺术馆担任媒体主管 在BBC的邀请下担任BBC艺术频道的第一位主编 在英国艺术批评网站担任总编辑 还给很多艺术机构担任专业顾问 作者写这本书就是希望通过自己多年来的艺术观察和学习 帮助对艺术感兴趣的人梳理西方现代艺术史 提高对现代艺术的欣赏能力和认知水平 出版社找艺术家陈丹青写了一个推荐序 他在序里说 这本书不是史论专著而是陈丹青本人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 也是知名的艺术评论家 他说他从没读完过一本《艺术史论专著》 但是这本书他全部读完 为什么呢 陈丹青说 这本书写得有趣 引人入胜 而且这本书写着一百多年的艺术家和作品 不像我们在博物馆或者美术馆看到的介绍文字那么枯燥 不是简单的艺术编年史 作者贡培兹特别了解这些艺术家的各种八卦故事和纠葛 他讲这些人的故事 把这些挂在墙上的艺术家写活了 你看了以后能像了解房高那些故事一样了解其他的画家 而且历史上各种画派流派各种主义 你也能了解他们是怎么来的 理解艺术到底是什么 这本书讲的现代艺术史 大概从19世纪60年代的印象派开始 一直到今天 一共是150年的艺术发展史 如果你看目录 也可能会被吓跑 全书整整20章 都是现代艺术史上的各种艺术运动和各种主义 比如印象派 前印象派 后印象派 原始主义 立体主义 未来主义 达达主义 超现实主义 一直到后现代主义 等等等等 我们在这里先简要梳理一下 现代艺术这150年来的发展历程 因为书里大概提到了30多个艺术运动和流派 而且有的在各个国家的表现也很不同 涉及到的艺术家那就更多了 有上百位代表的艺术家 所以在这里会有选择性的梳理一下这100多年来主要的艺术运动和艺术流派 接着呢 我们来重点谈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鉴赏和理解一件现代艺术作品 这也是作者在这本书里从开篇就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艺术价值和艺术鉴赏的问题 同时也是现代人对艺术的困惑 因为现代艺术作品经常让人摸不着头脑 他们颠覆了传统的经典 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让人看不懂 比如 为什么杜尚签名的小便池和安迪沃霍尔的灌头画可以称为艺术 艺术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了今天该如何判断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呢 好 先来看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 整个现代艺术史的发展历程 可以说就是一部艺术家的叛逆和革新的历史 现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现代艺术的产生 是从1860年代的印象派的叛逆开始了 作者认为在整个艺术史中 印象派画家是最激进 最反叛 最能突破障碍和开创新纪元的一群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看当时的时代背景 在19世纪的法国 学院派把守着艺术殿堂的大门 官僚又保守 他们制定艺术的规则 决定绘画的内容和风格 同时评判艺术家作品的好坏和经济价值 当时呢 被学院认可的画可以在艺术展上展出 收藏家和艺术经纪人也争相购买 艺术家因此就能建立起自己的事业 相反 不被学院认可的话 则无法在艺术沙龙上展出 艺术家也因此断送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当时对绘画呀 学院派有一套固有的标准 这套标准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延续下来 学院期望艺术家们 以神话宗教形象 历史或古典风俗习惯为基础 用一种把主题理想化的风格 来创作他们的作品 这样的画作呢 我们在博物馆能看到很多 比如文艺复兴三节 达芬奇 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创作的 宗教题材的宫廷壁画 学院派判断一件艺术品是好是坏的标准 基本上是色彩是不是精细调和的 主题是不是经典的 线条 技法 人物塑造 是不是符合当时的理想画的表现 等等 可以说 这套标准已经研习了几百年了 到了十九世纪 年轻画家对这些成规感到厌倦 他们希望打破这套规则 他们想走出画室 到大自然中去 捕捉他们周围真实的现代的世界 这是一个叛逆大胆的举动 传统艺术描绘的主题 是以宗教或者神话故事历史典故为主的 很少有表现普通人的主题 但是印象派画家 他们更多的把真实的人作为画作的题材 更多的展现人性 而不是传统艺术更青睐的神性 这是现代艺术一项伟大的革新 由于印象派走出画室 开始记录周围的生活和大自然 外界环境千变万化 风景和光线更是稍纵极势 画家们无法仔细描绘 而是需要迅速记录 所以印象派的画作变得粗糙 模糊 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 印象派画作的主要特点 现代艺术从印象派开始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的绘画畅导精准 精准的制图术是当时最推崇的 画家把各种颜料调制在一起 非常精准的描绘在画布上 经过许多个小时 甚至许多天 数月甚至数年的工作 精细的完成一幅画作 完美的精细的宏大的画作 这就是当时最推崇的高贵风格 相比而言呢 印象派是时间急迫的 粗加工的草图一样的 涂抹在画布上的画法 在当时是完全反叛的做法 印象派的代表人物 首先要提的是爱德华马奈 他是印象派的奠基人之一 他当时的一幅画 喝苦爱酒的人 画的是生活在底层的巴黎人 马奈把这幅画拿去参展 学院派拒绝了他这幅画 他又递交了另一幅画 草地上的午餐 虽然主题沿袭了传统画作 但是学院派仍然以技法 不恰当等原因 拒绝他参展 相比马奈 印象派还有更激进的代表人物 那就是莫奈和保罗赛上 他们不理会学院那套 也不准备去争取学院派的展览 他们要和学院派决裂 办一场自己的展览 他们自己制定新规则 第一 不设评委会 第二 只要交了会费 所有人都能参展 第三 所有艺术家一律平等对待 这和50年后 杜尚在纽约采用的规章非常像 1874年 他们在一个精明的艺术经纪人 保罗杜兰鲁埃的协助之下 举办了第一届印象派展览 尽管遭遇了很多评论家的攻击 但是印象派最终还是成功了 他们在艺术史上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还带来了艺术史上的高峰时期 也就是后印象派 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几位代表人物 梵高 高庚 乔治修拉 和保罗赛上 现代艺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从这四位后印象派 又发展出了各种流派和主义 他们在某一个历史时点交织 往后又分化 一直汇聚到后现代主义 我们刚刚提到的后印象派的四个代表人物 他们在绘画风格上各有千秋 从而发展出了四条主要脉络 分别是 第一个 高庚的原始主义 第二个 乔治修拉的点彩派 第三个 梵高的表现主义 第四个 赛上的立体主义 大家可以在脑子里延展出四条平行线 在这四条平行线上 分别又有很多艺术家和分支 比如高庚原始主义发展出野兽派 梵高的表现主义演化出抽象表现主义 从赛上发展出来的立体主义 一直发展到未来主义 构成主义 波普艺术 贫穷艺术 以及极简主义 简而言之 作者认为 现代艺术的发展 是一个艺术家 不断简化和去除的过程 具体表现为 从具象到抽象 从写实到观念的发展过程 为什么说是一个简化的过程呢 举个例子来看 比如印象派艺术家 去掉了更多的视觉信息和细节 来捕捉转瞬即逝的光线 比如野兽派更强调情感特质 再比如立体主义 从多重角度观察一个题材 把人物或者事物 抽象成一些简单的几何图形来表现 而且摄影技术的发展 也给绘画艺术带来了冲击 当艺术发展到摄影技术的时代 照相机把传统的画家 从日复一日的生产 复制品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这样他们不能再局限于写实 而是可以去探索新的表现方式 这些新的表现方式 可以激发观众过去 从来没有被激发的想法和感受 艺术家变得更加自由 更加可以天马行空的表现艺术 他们不断简化题材 把过去一笔一画描绘一个人的表情 细节的方式 变成抽象的表现一个人的表情 而不需要看清他的脸 或者通过扭曲一个人的面部特征 把他的身体变成几何形 拼贴起来的方式 来表现他的状态 举个例子 最典型的抽象派的代表人物 毕加索 他有一幅著名的画 叫亚维农的少女 这幅画里呢 有五个女人 这五个女人都被简化成 一系列的三角形和菱形 就像从纸上剪下来 拼贴在一起的一样 人物的细节被精简到极致 两只眼睛 一个鼻子 一张嘴 一对乳房 一条胳膊 身体则有一两道 带棱角的线条构成 这就是简化抽象的趋势 从二维的平面到立体主义 艺术家想要摆脱 绘画写实的传统 而接下来的未来主义 则是立体主义的更进一步 二十世纪初 欧洲想要告别上个世纪的疾病和城市的肮脏的历史 世纪初的人们当时只有一个诉求 那就是辞旧迎新 当时在思想界和艺术界 人们同时希望振脱历史的辉煌成就 包括罗马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成就 艺术家们不希望在过去的历史包袱或者成功的阴影下创作 他们希望在现代能有所创新 因此反叛突破传统就成为接下来一段时期的艺术运动的主要诉求 比如未来主义和打打主义 未来主义始于1909年 一个意大利作家马里内蒂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 引发了艺术史上的一场未来主义运动 艺术家们想要大不留心的迈进未来 所以任何能勾起未来技术革新幻想的事物和艺术都是受欢迎的 作者在书里说 未来主义是加速了的立体主义 首先未来主义延续了立体主义在技法和构图上的创新 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概念 在这个基础上 未来主义的艺术家追求能激起人们真切的情感反应 甚至表达他们激进向前的政治主张 所以这个时期 你可以看到整个欧洲涌现出各种流派和主义 比如法国的野兽派 德国的乔舍和青骑士 俄罗斯的辐射主义 以及英国的漩涡主义 在接下来的1916到1923七年间 出现了艺术的新趋势 达达主义 达达这个词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意思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词 比如在法语里 它的意思是木马 在德语里 它的意思是再见 在罗马尼亚语里 它的意思是确实是 所以这场运动被命名为达达主义 强调的就是随性和偶然性的创作机制 他们认为生活是随机的 不可预知的 那么艺术也应该如此 在一定程度上 达达主义这一艺术理念 也来自毕加索的拼贴画 到了1923年 达达主义转化成了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运动持续了20年 从1924年一直到1945年 超现实主义这个词 也进入了日常生活 我们经常可以听到 什么东西是超现实的 所以在艺术领域 超现实主义就变成了一个框 所有神秘的奇怪的乖僻的艺术品 都可以往里装 比如说 路易斯布尔乔亚的标志性的作品 一只巨型蜘蛛 像纪念碑一样高达10米的一只金属蜘蛛 它取名叫妈妈 寓意着它是一位伟大的编织者 还有杰夫昆斯用花朵做成的巨型的小狗 都是代表性的超现实主义作品 超现实主义这个词啊 是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在1917年发明的 大概意思是你可以理解为 在现实之外的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 乍看上去摸不清头脑 很难理解 直到你了解了艺术家背后的理念和复杂的思想 之后的1950年代到70年代 艺术家们感受到了强烈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 对人的刺激和影响 他们用波普主义反映当时的时代 比如安迪沃霍尔的可口可乐和金宝汤罐头 从1950年代开始同时出现了观念主义 以及各种各样的令人费解的行为艺术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如何理解现当代这些看上去怪异的艺术 为什么他们可以被称为艺术 甚至在艺术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艺术发展到今天 艺术作品似乎越来越难看懂了 很多艺术作品不再是传统的讲究技法 讲究色彩的画作 而是一个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 让人摸不着头脑 首先你要了解一点 相比传统的经典的艺术作品 鉴赏现代艺术作品是个普遍的难题 连大师都觉得困惑 这一点不是因为你是非艺术专业出身才觉得难 对一些艺术界的专业人士来说 也是一个难题 举个例子 英国泰特美术馆帝国的掌门人 尼古拉斯·塞罗塔爵士 就坦白说自己对此感到困惑 有一次呢 尼古拉斯·塞罗塔跟作者说 当我进入艺术家的工作室 第一次见到某件新作品的时候 我会有点害怕 我常常不知道该怎么想 这让我觉得非常可怕 尼古拉斯·塞罗塔是一个公认的 现代艺术界可谓世界级权威的人物 他面对新作品尚且觉得害怕 不知道应该作合评论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作者认为是有办法的 最重要的是把握一个原则 那就是 评判一件当代艺术作品是好还是坏并不重要 对鉴赏者来说 理解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 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它之所以被创造的原因比较重要 换句话说吧 不要直接去评判一件现代艺术作品 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 然后根据它背后的理念想法等来判断 假设你周末去看了一个画展 朋友问你那幅画怎么样啊 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直接回答它好还是不好 你可以试着给朋友讲 你了解到的这幅画背后的东西 包括它创作的年代 创作的独特风格 以及创作的来龙去脉 你可以描述这幅画给你的感受 你真实的感受 比如你很喜欢 或者你完全不喜欢 又或者你根本无感 不知道这幅画在表达什么 其实呢 不知道一件艺术品在表达什么 在现代艺术中很常见 很多大师级的权威人士也会说 我对艺术一无所知 尤其是现代艺术 比如说安迪沃霍尔 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啊 他画的那组色彩斑斓的 玛丽莲梦露非常有名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有一个疑问 这就是艺术吗 还有前面提到的可乐作品和罐头作品 该如何欣赏他的艺术作品 如何理解他的艺术 再比如抽象派大师马列维奇 他在一块普通的白色幕布上画了一个黑色正方形 结果被称为艺术史上令人震撼的作品 但是白色画布上的一个黑色方块也是艺术品吗 我们每个人都会画呀 那为什么他的尝试就受到认可 而且价值连成 我们如果画这样的东西 就会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 一定程度上 这只在于是谁第一个想到的 这就是艺术的创造性 艺术有三个特性 创造性 真实性和稀有性 理解了这一点 你就能更好地理解现代艺术 就拿安迪沃霍尔的金宝汤罐头来说 这件作品呢 有32个小画布 每个画布是一个独特口味的金宝汤罐头 金宝汤是美国首屈一指的罐头汤生产 有经典番茄汤 鸡蓉蘑果汤 传统豆子汤等等 一共32个口味 整齐的排列好 一共四排 每排八个口味 那安迪沃霍尔想表达什么理念呢 原来安迪沃霍尔出道的时候 是画商业广告画的 他用重复的连排的罐头画来挑战 艺术应该是独创的这个传统的规矩 1962年 他以这32幅罐头系列画 举办了自己的首个波普艺术展 直到今天 这32罐罐头 仍在世界现当代艺术史上 占据一席之地 有评论家评价他的作品 是用商业元素 打破了高雅和通俗的界限 也就是说 总统可以吃金宝汤罐头 喝可乐 你也可以吃 也可以喝可乐 你吃的喝的跟别人一样 不会因为他是总统 就比你吃的罐头好吃 因为在现代商业世界 罐头可乐都是批量生产的 这就是卧火要表达的理念 这就是他的罐头画 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 背后的理念 那就更加抽象了 他认为 长久以来 艺术一直支离破碎的 与很多非艺术因素 交织混杂在一起 无法获得真正的纯粹造型 他要进行变革 这一变革的第一步 就是在画中寻找一种 最朴素的元素 这一元素就是那个 黑色的方块 我们再通过一个 艺术史上著名的例子 来看这个问题 100年前 1917年 法国艺术家马赛尔杜尚 买了一件难适用的小便池 把它命名为 泉 泉水的泉 杜尚在上面签了名 把它作为艺术品 送去美国的 独立艺术家展览去参展 但是被拒绝了 几十年以后 艺术界开始追认 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 很多人质疑啊 这是艺术吗 一个小便池 取个名字就是艺术品 我们是不是被他愚弄了 杜尚的观点是 能否称为艺术 最重要的是理念 而不是物体本身 而且能否称为艺术 应该由艺术家说了算 艺术家决定 什么是艺术品 什么不是艺术品 这个观点 在当时引发了一场革命 要理解这个观点 需要了解一下 当时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杜尚要这么做 为什么他要强调 艺术家对于 什么是艺术的决定权 因为在艺术历史上 长期是由学院派机构 来决定一个艺术家 能否参展 杜尚要挑战这些 保守派和保守机构 他提出了新的原则 那就是艺术品 应该由艺术家来决定 如果一名艺术家 交了参展费用 那他的作品 就应该被展出 不需要一个保守机构 来决定哪个艺术家 可以参展 哪个艺术家不能参展 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印象派画家的 反叛一脉相承 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 这些机构 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 反叛的艺术家认为 一个艺术家的事业 应该是由他的作品 来决定的 不应该由一个机构 来决定他能否参展 所以杜尚要挑战他 但是当时保守派赢了 杜尚的艺术品 被拒绝参展 但是杜尚的理念 得到了艺术界的追认 他的那件瓷器小便池 就成了一件特殊的艺术品 是一件带有某种理念 和态度的艺术品 而且很快就出现了复制品 全世界总共发现了 15件杜尚签名的 全的小便池的复制品 讲到这儿呢 你是不是可以理解 这些作品 为什么可以当作 重要的艺术品来对待了 因为这些艺术品 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 都起到了变革的作用 这背后有艺术家 对于艺术形式的探索 和艺术观念的思考 他们希望不断打破传统 来反映真实的世界 和真实的人的生活 好 最后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我们先简要的梳理了 现代艺术 从1860年代的 印象牌开始 到今天这150年来的 发展历程 这是一部艺术家 不断打破传统 追求革新的历史 也是艺术家 不断简化和去除的过程 从具象到抽象 从写实到观念的 发展过程 另外我们重点 解答了一个疑问 就是如何理解 现当代这些 看上去怪异的艺术 为什么他们可以 被称为艺术 甚至在艺术史上 占据重要的地位 原因很简单 对现代艺术作品来说 最重要的 不是作品本身 而是作品背后的理念 和艺术家 对艺术的探索和思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们为你准备的 笔记版文字 在音频下方的文字稿里 恭喜你 又听完一本书 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 这本书名叫 人生的智慧 这本书的中文版 大约18万字 我会用大约22分钟的时间 为你讲述书中 最有趣的三个问题 为什么获得幸福的途径 是放弃欲望 穷人和富人 对待财富的智慧 有哪些不同 为什么一个人独处的快乐 要远远高于 和别人聚会的快乐 人生的智慧 是一本对所有人 都值得认真思考 和仔细玩味的书 尤其年轻人 更是值得推荐阅读 比如在刚刚大学 毕业的时候 读这本书 也许会让你在看待 什么是幸福 怎样才能获得幸福 这两个问题上 比别人更早 更真切地认清本质 年轻人离开学校 开始独立生活后 通常要面临三个困境 第一种是选择的困境 第二种是 现实和理想的差距 第三种困境是 很难适应庸俗 但却真切的社会规则 简单地说呢 就是就业 情感 人际关系 个人追求 自我价值等等的艰难选择 和选择之后难以适应的问题 可以说 没有谁能够完美地处理好 所有这些问题 那怎么办呢 除了精进 努力 忍耐和等待之外 我们都需要一本 人生参考书 今天要讲的人生的智慧 就是这样一本 可以借鉴的人生参考书 正式讲书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本书的作者 阿图尔舒本华 还有舒本华 与其他哲学大师的关系 因为如果不把 舒本华了解一个大概 就不太容易理解 他的作品 舒本华是 19世纪上半叶 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很多人可能 从来没有听说过舒本华 不过有一个 和他同时代的哲学家 你一定听说过 那就是黑格尔 其实舒本华和黑格尔 曾经在同一所大学里面教书 但舒本华非常看不上 黑格尔的哲学 说黑格尔只会用 华尔布什的言语 说一些车古路话 骂他是哲学老师里的江湖骗子 那有没有让舒本华 崇拜的人呢 有 舒本华把福尔泰 卢梭和康德当作是自己的精神导师 他在自己的书中 经常引用这三个人的论述和观点 舒本华还有一个名气 比他更大的学生 那就是尼采 尼采一直认为自己 是舒本华最忠实的学生 他把舒本华 书里的每个字 都比作清新的空气 呼吸一下 让人感觉神清气爽 舒本华的思想精髓 还被另外一个牛人所继承 那就是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有关本我的观点 完全来自舒本华的思想体系 舒本华的思想还影响了 后世很多文学和艺术大师 比如俄国的托尔斯泰 图格涅夫 英国的托马斯哈代 法国的莫伯桑佐拉 以及德国音乐大师瓦格纳 这些人的作品里 都有舒本华思想的影子 2009年有本特别火的书 叫《当下的力量》 作者是埃克哈特托利 这本书对于焦虑 抑郁压力大的人来说 是一本切实有用的好书 让人们认清时间的幻想 活在当下 找到真正的力量 当下的力量 其实就是舒本华 《人生的智慧》这本书里 有关如何看待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详细解释 舒本华一生的著作不是特别多 他最最著名的作品叫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这本书的第一稿 是1818年 他30岁的时候写完的 你看30岁 这么年轻就奠定了 自己哲学思想的基础 从那以后 舒本华的后半生 基本上都是在专心撰写 这本书的增补版 书名叫《复禄和补仪》 补是补充的补 仪是遗漏的仪 今天讲的人生的智慧 就是从复禄和补仪中 单独拎出来的一个部分 下面我就来为你讲述 人生的智慧里 最有意思的三个观点 或者说 舒本华比较另类的三个观点吧 首先 智慧的人生不是追求幸福 而是减少痛苦 放弃欲望 才能获得幸福 第二 人生追逐的不应该是财富 而是智慧 第三 享受孤独 自得其乐 是获得快乐的源泉 先来看第一个观点 智慧的人生不是追求幸福 而是减少痛苦 几乎所有人 考虑人生目标的时候 总是这么说 我这辈子能让自己和家人 过上幸福体面的生活就值了 我要通过奋斗 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具体来说 就是勤奋 努力 诚恳付出 忍受暂时的痛苦 获得将来的满足 可是舒本华 却完全不这么认为 他说 智慧人生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把一个 最底层的概念搞清楚 那就是 理性的人生 不应该追求快乐和幸福 而应该尽量避免痛苦 这句话包含的真理是 所有的幸福都是虚幻的 而只有痛苦是真实的 我来给你举一个例子 解释一下 假如我们全身上下 基本上没啥大毛病 算是处于非常良好的状态 但是上礼拜跑步 崴了脚 现在脚一粘地就疼得不得了 连续好几天 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 好几天都没法出门 我们的注意力 会完全集中在 那只疼痛的脚上 因为这个事 也许还耽误重要的工作 或者约会 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伤痛 让我们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这就算是真实的小的痛苦 不过 假如根本没有崴脚 这些天呢 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每天过的都是平常的日子 这种状态 你也不能说自己是幸福的 所以崴了脚 是真痛 这个痛苦是真实的 但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呢 也肯定不是我们理解的幸福 所以 幸福就是虚幻的 所以书本华认为 就那种没啥痛苦 没啥烦心的事的日子 才是真正的幸福 他书里说 不要把目光盯在寻找和享受生活的快感和乐趣上面 而要尽量当心 躲避生活中数不尽的祸害 说到这儿 你一定会感觉 书本华的观点怎么这么消极 人要得到什么东西 一定要付出努力 比如这个月如果不好好工作 业绩上不来 奖金就没有了 收入少了 我拿啥享受生活 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普遍的认知 要理解书本华观点与我们认知的不同 我们得解释一下 书本华的哲学思想基础 书本华认为 人生痛苦的根源在于人有欲望 只要欲望存在 人就一定是痛苦的 举个例子 刚出生的婴儿 只要有的吃有的睡 不冷不热 有妈妈抱就很幸福 那是因为婴儿没有成年人的那么多的欲望 书本华说 一个人所感受的痛苦 与他的生存欲望深度成正比 生存欲望越强就越痛苦 要摆脱痛苦的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抛弃欲望 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追求 当然真的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追求 那也是不可能的 书本华还教给了我们 面对现实具体的生活 应该怎么想怎么做 关于怎么想 其实有几个态度需要端正 包括人对自己的态度 对他人的态度 端正了这些态度 我们的欲求会变得合理 痛苦也就会减少很多 第一个需要调整的态度 就是人应该怎样看待自己 首先 人要认清自己生命总体发展的 大概脉络 还有自己的计划 比方说 参与修建一座大楼的工人 并不知道这个大楼总体规划 他只要把钢梁上的螺丝拧紧 就可以了 至于这个钢梁 在整栋大楼的位置和作用 他并不了解 不过 如果有个工人 他在拧每个螺丝 弃每块砖的时候 都知道这个螺丝这块砖 是用在哪个钢梁上 哪个墙里 这个钢梁或者墙 在哪一层的哪个房间里 这一个房间 在大楼的什么位置 发挥什么功能 这样呢 就会做到手中有具体的工作 心中有大楼的全貌 这样的做事用心的工人 被提拔重用 只是时间问题 舒本华说 人要学会认识自己 也就是了解清楚自己的 最最重要的意愿 同时 他也应该大概明白 自己应该从事什么职业 需要扮演什么角色 以及自己和这个世界 是什么关系 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既要低头认真工作 也要偶尔抬起头 看看远方的目标 这样才能确保自己步伐 是朝着目标方向 直线前进的 否则只知道埋头骨干 等走出了好远 忽然一看 才发现走了一大段的弯路 后悔是来不及的 另一个看待自己的方法 就是活在当下 舒本华建议我们忘掉过去 关注现在和计划将来 让这三者达到平衡 不至于相互干扰 那么怎么算是干扰呢 接着前面的例子 有的人只知道低头苦干 走了很久 忽然发现走的是错路 马上就痛苦不堪 无法自拔 甚至会完全改变之前 明明很正确的 对人对事的态度 还有的人呢 经常担心未来 可能发生了祸患 比如将来房价会不会跌呀 我前年买的房子 该不该卖掉啊 如果发生了经济危机 我到底是该持有货币资产 还是实物资产呢 将来如果家人得了癌症 怎么办等等等等 如果脑袋里整天 想着这些没有发生的祸患 那么过日子 就别想消停了 舒本华说 那些不确定 是不是会发生 或者不确定 什么时候发生的祸患 我们完全可以 把它们当做 永远不会发生 不这么做 你就是在提前 兑换人生的痛苦 把未来的烦恼 拿到今天来消费 他觉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愉快地接受现在 有意识地享受 每一个可以忍受的 没有烦恼和痛苦的当下 不过说到这里 我们有必要从这本书里 跳出来 用现实的眼光 补充一下 舒本华的观点 人们现在想着过去的失败 可能是为了不再犯 同样的错误 对未来的筹划 其实也可以防范 可能的灾祸 哲学思想本身 就是主观意识的东西 所以对于 舒本华的建议 我们既要有所取 也要有所舍 好 那说完了 怎样看待自己 我们来讲第二个态度 就是怎样看待他人 在这个世界上生存 我们永远需要和别人合作 或者打交道 舒本华建议我们 和人相处 要掌握两个能力 一个是预见能力 它能帮助我们 避免受到伤害 另一个是宽恕能力 它能避免我们 受到人群中 是是非非的困扰 我总结这个意思 就是那句咱们中国的俗话 防人之心不可无 害人之心不可有 舒本华在书里 也引用了一句俗语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以承认这个事实为前提 要在人群中生存 我们就必须容许他人 有他们自己的个性 我们既不应该 期待别人改变个性 也不谴责别人的个性 与我们不一样 这就是自己生活 也让别人生活 好 关于调整态度 我们就说到这 下面小结一下 人生追求幸福的方法 就是减少痛苦 而减少痛苦的方法 就是不让自己 活在过去的痛苦里 也不让自己 受到未来焦虑的困扰 充分地享受当下的安宁 与他人相处呢 需要接纳别人的个性 宽容别人的缺点 寻找自己与别人之间的 共同利益 友好的合作 以上是人生的智慧 这本书里 我们讲的第一个观点 智慧的人生 不是追求幸福 而是减少痛苦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第二个观点 人生追逐的 不应该是财富 而应该是智慧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人只要获得了财富 有了钱 就可以买到 几乎所有的东西 而物质的满足和享受 就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幸福 虽然我们知道 钱不是万能的 但很多人终日的奔忙 最起码的目的 就是追求财富的自由 这是再现实不过的事情 舒本华说 在追求财富的问题上 我们要有一个理智的限度 财富欲望 能不能得到满足 不是由财富的 绝对数量决定的 而是由相对数量决定的 所谓相对数量 我的理解 就是适可而止的数量 只要理智的你 觉得够用就好了 因为不理智的人 追求财富 永远都没有止境 财富就像是咸咸的海水 人喝海水越多 就会感到越口渴 舒本华说 人是有欲望的物种 满足欲望 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追求财富 还有一个就是 社会地位 也就是名誉 有了财富地位名誉 才可能满足人们的欲望 欲望无止境 对财富的追求 也就无止境 而承担巨大的财富 却不会理智利用财富的人 往往就会被财富所坑害 大家都听过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里面有三个人物 金鱼就好比是万能的神 他可以通过 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而让人感到幸福和快乐 渔夫呢 算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 对他来说 能不劳而获得 得到一间漂亮的房子 就很开心了 而他的老婆 那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 总是觉得自己 应该得到的更多 老太婆的欲望 不断地扩大 就像喝海水 越喝越渴 所以故事的结尾 就是所有的财富 化为泡影 重返痛苦 在《人生的智慧》 这本书里 舒本华在书里 比较简单粗暴地 把人划分成了穷人和富人 说了说 怎么从穷人和富人的角度 来看待财富 下来说说穷人 该怎样智慧地对待财富 人热爱财富金钱 是很自然的事情 恰当地追求财富 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舒本华鄙视那些 赚了钱就追求享乐 毫不顾忌将来的人 他建议人们 应该把现有的财富 当作抵于未来 发生不测事件的城墙 过日子要留出足够的过河钱 花钱大手大脚 入不敷出 总有遇到重大挫折 无法应对的情况 缺钱的痛苦 比钱多的痛苦 是更加真切的 所以舒本华强烈建议 人们要有存款 他说如果可能的话 人至少要把赚来的钱的 八分之一存起来 应对未来的需要 那富人该怎样看待财富呢 舒本华的观点是这样的 那些财富水平 已经达到衣食无忧的人 比如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以及那些生来 就享有巨额财富的人 如果他们有高级精神禀赋 那么财富和禀赋 就是老天爷对他们的双重馈赠 所谓高级精神禀赋 说的是一种智慧 就是知道怎样利用财富 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而不是用来个人享受和消费 因为这些人 能够做到别人做不了的事情 能够创造出 对于全社会都有意义的更大财富 比如利用他自己 可以支配的资源 支持和推动人类 在某个领域的进步 再比如从事慈善活动 不分国界 不分种族的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再看相反的一面 如果拥有足够的财富 却不懂得让财富 对社会发挥效能 那么这种人 也不会感觉到幸福 因为摆脱了贫穷 财富只会把它 引向人生的 另一个痛苦极端 无聊 如果说贫穷的困境 能让人有事可做的话 那么百无聊赖 无所事事 很快就会把人引向奢侈挥霍 正所谓 穷的只剩下钱了 好 说完了看待财富的智慧 我们来讲本书的第三个观点 享受孤独 自得其乐 是获得快乐的源泉 我们通常认为 人是社会动物 人只有与他人协作 才会获得资源 人也只有与他人分享快乐 快乐的价值 才会被放大 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可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书本华对快乐的体验 却有着另一番 截然不同的观点 为了让自己快乐 很多人喜欢聚会 吃饭 结伴旅游 但他觉得 人只要到了社交场合 就会不自觉地拒绝 大部分自我而取悦他人 这是无法体验快乐的 这里要插几句解释 书本华所说的自我 是一个理性的概念 实现自我 就是通过理性的方法 让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 我们讲述的开头 就提到弗洛伊德 有关本我的概念 来自书本华 所谓本我 就是充满各种欲望的自己 好 回到刚才的话题 书本华说 生活在社交人群当中 必然要求人们 相互迁就和忍让 所以呢 聚会的场面越大 就越容易变得枯燥乏味 一个社交聚会的人越多 那聚会的本质 就会变得越平庸 书本华这样解释 实际是 他有实实在在的生活观察 这里说一个 他本人的小故事啊 书本华活到了72岁 他人生最后的20多年 一直居住在法兰克福 那有一家名为 英国饭店的餐馆 当地的英国绅士们 经常在那聚餐 书本华也是那的常客 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每次吃饭前 书本华总是把一枚金币 放在桌子上 离开餐馆时 他在把金币 揣进上一口袋 有服务员就问他 你总是把金币 放下又揣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书本华说 如果我哪天 听到这些英国人 讨论了除了女人 马和狗之外 更严肃的话题 我就把这个金币 送给门外的穷人 可以看出 书本华是多么的 看不上平庸的社交活动 书本华认为 人只有独处 也就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 不热爱独处的人 也就是不热爱自由的人 因为只有当一个人 独处的时候 他个性 财气 好恶 能够无拘无束地抒发 这才是真正的自由 这种体验 才是真正的快乐 放弃这种社交聚会 以换回独处 才是最智慧的选择 书本华说 完全 真正 彻底地感觉 内心的宁静与平和 这是尘世间 仅次于健康的 至高无上的宝贝 年轻人学习 人生智慧的第一课 就是要学会 承受孤独 因为孤独是 幸福安乐的源泉 反过来说 一个人自身 拥有的越多 他需要从别人那里 获得的东西 就越少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我们拿乐器来打个比方 威罗斯有一种 用牛角做的乐器 每个牛角 只能发出一个单音 把所需要的牛角 凑到一块 才能吹奏出 好听的音乐 平凡人的精神气质 单调乏味 就像那些 只能发出 单音的牛角乐器 只有凑到一块的时候 才能有所作为 不过 一个有丰富思想头脑的人 就像一架钢琴 钢琴自己 就可以演奏出 完整的音乐 所以他不需要 参加乐器的聚会 即使参加 钢琴也会是聚会的主角 充当主旋律 我们把钢琴 想象成一个高能的牛人 在聚会时 如果让钢琴 迁就其他乐器 不能用88个 键当中的50个 那钢琴一定是不开心的 以上三个观点 讲完之后 你一定觉得 舒本华的哲学思想 用现在的价值观来衡量 又悲观又消极 的确 很多人批评 舒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 是消极和落后的 认为他的痛苦人生观 和我们想追求 幸福快乐的愿望 而赞成舒本华的人认为 他的思想 不是不着边际的空想 而是针对现实的 舒本华当年 游历欧洲各地的时候 亲眼看到法国 与奥地利 俄国普鲁士 在欧洲的混战 给社会和人民 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各国连年战乱后的萧条 让舒本华 产生了极端悲观的情绪 这就是他悲观主义思想的来源 现在呢 我们处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各种文化思想的冲击 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储备 开阔了视野 因为我们看得更远 所以需求也就更多了 许多欲望就像天方夜谭一样 遥不可及 增加了痛苦 所以舒本华的 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思想 对我们所处的社会 对我们自己 也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接下来 我把今天讲述的三个 有些消极的观点 从积极的角度 试着理解一下 和你分享 首先 智慧人生不是追求幸福 而是避免痛苦 我理解它的现实意义就是说 人生旅途上 不要犯错误 尤其是一些原则上的 严重错误 如果没有学习的智慧 犯了不必要的低级错误 那就属于自己 给自己添烦恼了 就像乒乓球比赛 很多时候 保证自己不犯错误 等待对手失误 也是赢得比赛的 关键法宝 第二 对于如何智慧的 处理财富问题 可以引用美国历史学家 世界文明史的作者 威尔杜兰特的解释 杜兰特说 为聚财而活的人生 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除非我们知道 如何将财富化为快乐 这是一种需要教养 和智慧的艺术 感官的追求 不会给人带来 长久的满足 所以一个人必须 像懂得生财之道那样 懂得人生的目的 罗继思维曾经有一期节目 讲述斯坦福大学的来历 斯坦福夫妇家财万贯 因为唯一的儿子忽然夭折 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他们摆脱痛苦的方法 就是找到让财富 更加有意义的用途 于是 他们用绝大部分的财产 建立了一所大学 让更多的年轻人 尤其是寒门子弟 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斯坦福先生去世之后 他的夫人只留下了 基本生活的开销 其他财产 全部捐献给斯坦福大学 你看斯坦福夫妇 对财富的智慧处理 弥补了他们终身的遗憾 让他们获得了 内心满足和幸福 最后 所谓享受孤独 自得其乐 来获得高级快乐体验 不是说让我们脱离 社会交往 一个人关起门呆着 而是 要我们通过对生活的 直接体验和间接的学习 让自己的头脑更加丰富 用罗振宇的说法 就是 人要不断地自我赋能 在自我的能量级别 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你会自觉不自觉地 挑选社交圈子 大部分社交场合 你会觉得没意思 不愿意参加 能吸引你的 只有那些 可以带来营养 和资源的社会交往 好 那我们来回顾和归纳一下 今天讲述的主要内容 首先 我们大概了解了 舒本华 这位不太知名的哲学家 在欧洲哲学史上 处在两拨大牛人中间 他的思想 对后世的文学 哲学和心理学 以及艺术创造 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然后我们了解了 人生的智慧里 三个比较特别的观点 第一 人生本来就是痛苦的 不要妄想实现 什么绝对的幸福 而是要懂得 放弃不适当的欲望 尽量减少烦恼 第二 人生追求的首要目的 不是财富 而是智慧的处理财富 第三 就是享受孤独 自得其乐 是获得幸福和安乐的源泉 只有自身丰富 多彩 高能量 才会体会到高级的乐趣 最后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 分析了 怎样用现实的眼光 看待书本化悲观主义哲学 那就是 少犯错误 掌握智慧的财富观 不断地学习 给自己赋能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一本书 声握 厨 LA 词 Mr 目 划